在一个名为森林谷的小镇上 有着一支备受瞩目的棒球队 他们以团结、技能和荣誉而闻名 这支队伍由一群才华洋溢的球员组成 其中有一个名叫Link的年轻球员 林克天生对棒球有着与生俱来的热爱与天赋 故事发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 在森林谷小镇的球场上 Link被选入了这支备受瞩目的棒球队 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渴望展现自己的才华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这支球队的教练 名叫Albert对待他非常严厉 Albert对每位队员都要求严格 但对林克特别苛刻 似乎总是挑剔他的每一个动作和表现 Link开始感到困惑和沮丧 他曾经对棒球充满热情 但Albert的严厉让他感到信心受挫 他的表现逐渐变得不稳定 球场上充满了他不安和紧张的情绪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甚至想要放弃 就在他心灰意冷之际 一位神秘的老人出现在球场边 这位老人穿着一件古老的棕色长袍 头戴一顶用树叶编织的帽子 手中拿着一根拐杖 他叫做Alwing 是这片森林谷的传说中的智者与引导者 年轻人 你似乎心有所失 Alwing的声音充满了慈爱和关怀 你的内心充满了挣扎和疑惑 但记住 挑战和压力并不意味着失败 它们是塑造我们的力量 Link感到惊讶 因为这位陌生人似乎了解他的内心 他犹豫地问道 但是教练对我总是那么苛刻 我好像永远都无法符合他的要求 有时候别人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并不重要 Alwing微笑着说 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 坚持不懈地努力 内心的坚定和自信才是真正的力量 听了Alwing的话 Link的心情渐渐平复 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回想起自己对棒球的热爱和热情 他决定不再被外界的压力和期待所左右 而是专注于提升自己 让自己更能享受比赛 随着时间的推移 Link开始以全新的心态投入训练 他不再惧怕教练的严苛 而是把每一次批评都当作提升自己的机会 他坚信自己的能力 并努力将自己的技能发挥到极致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Link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 他的表现变得更加稳定 技术更加精湛 队友们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虽然压力依然存在 但他学会了将这种压力转化为动力和激励自己更进一步 最终 森林谷的球队赢得了一场重要的比赛 而Link成为了比赛的关键人物之一 艾伯特也开始注意到他的进步 并开始更欣赏他的努力和奉献 在森林谷这个小镇上也无影的指引让Link明白了 不论外在的压力和挑战有多大 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坚定与自信 他学会如何面对困难和挑战 不被外界的评价所左右 而是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和进步 这顿经历让他更深刻地了解成功背后的意义 那就是不断努力 坚持 相信自己的价值 如果你参加一个很厉害的棒球队 发现教练对你非常的严格 你可能会怎么想 一 这个教练这样对我 一定是对我有成见 我才不要理他 二 这个教练一定有虐待球员的习惯 我真的很倒霉 遇到这种教练 三 这位教练知道我是心少 需要更多的训练 所以才挖空心思地训练我 四 能够带领球队有这么杰出的表现 这位教练一定有两把刷子 我一定要好好向他学习 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 所以他必只是最远走正路 诗篇第二十五篇第八节 感谢您的收看 Link Popo 欢迎订阅 按赞分享 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